京城一条比较繁华的大街上 正直中午 穿梭的人流逐渐热闹了起来 一家户外用品店中 佟安娜正跟春天聊着天呢 这家店是佟安娜投资的 由春天来管理销售 每天上午 春天都会叫佟安娜过来看一圈 安娜姐 中午跟我一起吃饭吗 够了 今天金娜过生日 对了 你跟我一起去吧 我实在是不想跟他们一起聊男人 安娜姐 今天不行呢 一会儿我哥和小狗要来 店里经营的都是高端货 佟安娜家里路子广 货园硬 春天朴实可爱 深得主姑们的喜欢 每月下来都能赚不少的钱 陈小狗要来 哼 那小子终于来了 安娜姐 你找小狗哥有事吗 两人聊着聊着 就聊到了陈小狗的身上 已经一脚出了门的佟安娜 身子又停了下来 没 没什么事 虽然嘴上说没事 可是 她又转身回了屋 拉了把椅子坐了下来 一时认 店里的气氛有些尴尬 两人都没有再说话 春天 可想死我了 你轻点 别把门弄坏了 好在这样的气氛没持续多久 就被光当一声门响给打断了 接着 店里就响起了 陈小狗那渐渐的声音 春天 你有没有想我呀 是不是每天都想着睡不着啊 陈小狗一见到春天 立马就没了正行 抛许男女感情不说 但说跟春天从小一起长大的那份感情 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春天 亲戚 小狗哥 看到春天脸红的像苹果似的 小狗那嘚瑟劲又上来了 又欺负我妹妹 你当我是空气吗 接着 万年不变的狗血大剧情又上演了 好了 别闹了 安娜姐还在呢 你怎么在这啊 这话说的真可笑 小狗哥 这店是安娜姐开的 顺着春天的手指一看 陈小狗这才发现 屋里还坐着同安娜 懒得跟你一半见识 我家有个东海的龙骨 想接的话 就去找我爷爷 端娜刚看到一幕侧眼的不要脸大战 自然也是没什么好脾气 再听到小狗那嫌弃的语气 更是气不得一处来 龙骨 东海 冰冷地甩下一句话 起身就走 这要是以前 小狗肯定就拒绝了 可是 当他一听到是东海 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想救他爹 要找东海娇母 自己早就想走一趟了 陈妮儿 我先走了 这几天我就去拜访 同老掌柜 如果东海之行 有同家做后勤和信息保障 那真是如虎天意 哎 安娜 急匆匆地去哪儿啊 等了一个多小时 说了两句话 还看了一出渐渐的戏 托娜心头的火气都快压不入了 正当他刚走到门口时 迎面就走进来了一个身穿汉服的美女 什么 是你 留个什么 托娜 小心 龙姐姐 你来了 一见到这女人 陈家狗和陆大刚的脑子里 顿时嗡的一声响 这女人 正是在龙洞中 差点又疼外要了自己命的 龙家草谷婆 好几天没见到你了 真的很想你啊 我前阵子回元南了 这不刚回来 就看你们了吗 看见这个女人 小狗觉得浑身都痒痒的 好像身体里 还有她种下的种子一样 随时都会疯狂地长起来 撑破自己的身体 这是我刚研制的血腾面膜 补水小狗很好 送给你们试试 哇 龙姐姐 你好棒啊 你呀 真肯花心思古道 陈小狗哪知道 就在春泥店的不远处 曹谷婆开了一家汉服店 她本身相貌就好 又会打扮 顿时在京城里 掀起了一阵汉服热潮 生意是好的不行 不行 不能用 那肯定有毒啊 而且这还只是她的副业 人家的主业 是经营 纯植物操本精华的化妆品 在京城 更是独树一帜的 顶级品牌 你乱说什么呀 龙姐姐的化妆品 都是纯天然的 效果可好了 你懂什么呀 你们 咱们就这么说吧 曹谷婆的身价 可不止用意来形容啊 在你眼里 我就是那样的吗 我可是为了你 才来京城的 早知道你这样 当时就应该 给你下个勤股的 可就是这样一个 既危险又漂亮的女人 却一进门 就朝着陈小狗 频频地眉目穿惊 你说什么呀 别开玩笑啊 在童安娜和春丁娜 足以杀人的眼神中 陈小狗很快就意识到 自己这麻烦大了 听我说呀 我真的什么都没干呢 你什么时候 认识的龙姐姐 你看 我就说她不靠谱吧 本来三人的关系 就很乱 很微妙 此时又出了一个 风姿卓越的曹谷婆 高压目光的注视下 小狗吓得冷汗直流 阴谋 这一定是个阴谋 此时陈小狗在心中 把曹谷婆 骂了不下一百遍 所以直到吃过午饭 来到了勤大麻烦的侦探社 陈小狗还是阴沉着一张脸 你这小子 是被谁踩到尾巴了 没事 手里有啥单子做吗 嗯 不得我干活就好 京北十三陵 除了失望 买买找到我这里了 秦大麻烦也知道 小狗这猫一天狗一天的样子 也没有多问 把手里压着的单子 跟陈小狗讲了起来 失望 什么失望失神的 都不够刨尸狗大叔天涯缝的 先不说妖王被打外了 就连龙家的神迹人物 都被消灭了 陈小狗此时 还真不把一个小小的 失望放在眼里 你小子真是越来越牛气了啊 不过呢 人家要求派一个人 跟你们一起行动 先加上的本事 其那麻烦也有所而闻 知道这小子有气人的本事 也不搭理他 接着又说了起来 派人跟着 不行 绝对不行 太累赘了 一听他要带外人行动 陈小狗把头摇的 跟拨烂鼓似的 自己带的仙家行动 本就不方便见外人 还要在鱼外分精力 保护那个人的安全 更是自找麻烦 有僵尸就有古墓 人家能放心你们独自下墓吗 不然 人家也不会给一百万 秦大麻烦眼睛一闭 一下抛出了一个 直击小狗软肋的价格 一百万 千万别跟陈小狗提前 眨眼见就拿着 这小的失去原则 刚刚的签订 一下子就没影了 成交 你小子变脸变得真快啊 见陈小狗答应了 请他麻烦便讲了起来 原来 这京北十三陵市保护区 不允许搞大开发 但是 这几年也不知哪阵风 兴起了在这 建养老中心的风潮 咱们今天说的 就是这么一个 老板通过大关系 在这搞到了一块地 工程进行的是 如火如荼 有一天 两个工人 挣起了一块大石头 无意间踩到了一块 活动的石柱 这一下可不得了了 随着那石柱被踩下 两个人只觉得 身体立马向下坠去 刹那间 尘土暴起 整个地面都向下塌去 好像地下有个空洞一般 很快 地面塌陷 出现了一个大洞 两个工人跌落下去后 眨眼间就不见了踪影 处事了 此时 工地外面 几个开发商的大佬们 正在视察工作 正好赶上了事故的发生 低调处理 大林 快送王局长回去 局长不能出现在事故现场 不知这戴眼镜的中年人 是什么来路 事故一出 便被匆匆地送走了 再说事故现场 两个人掉进去没多久 上面的人就听到 他们从洞中 发出了一阵凄厉的惨叫声 叫着内叫一个神人呢 救我 几个人奢着胆子 往下一看 当时就愣住了 那土洞底下 是一个巨大的空间 此时地面上 还有一大滩的鲜血 一道刺眼鲜红的血迹 一直延伸到暗处 快 快救我呀 血绸承子过来 你再坚持一下啊 正当几人看得 触目惊心呆住的时候 忽然 暗处爬出了一个身影 正是跌落下去的 其中一个工人 快救我 这下面 有僵尸 僵尸啊 这人显得慌乱极了 惊恐万分地 把身体紧紧地贴到了 那块同时掉下去的巨石上 什么 僵尸 一具僵尸 把上面的人都吓得一哆嗦 可转念一想 这怎么可能呢 我 不要过来啊 众人正将信将疑之时 突然 见到那地下空间中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人影 那人影探出一只紫色的大手 想要抓住那工人 可是 似乎又有些惧怕阳光 被阳光一照 立马又缩了回去 救我 他 他又过来了 那工人此时 吓得浑身筛抖得厉害 用颤抖的声音 不停地求救 哇 更可怕的是 阳光的光线逐渐移动 那怪物已经显出了大半个身体了 眼看着靠得越来越近 用不了多久 一伸手就可以把那个工人抓走了 绳子来了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绳子终于来了 一条尼龙绳 快速地抛到了那人的跟前 抓紧了 那工人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 紧紧地抓住了绳子 可是 他此时浑身一点力气也使不上了 怎么都爬不上来 快 快拉我上去啊 他惊恐地大叫了起来 想让上面的人协助把自己拉上去 可是 他们都忽略了一件事 这洞本就不大 那个工人的身体一被拉起 就堵住了洒进洞中的阳光 救我 他抓住我了 只感觉脚脖子一紧 身体就被那怪物牢牢地抓住了 这一刻把工人吓坏了 杀猪般地惨叫了起来 听到他惨叫声 上头的人更是着急 可是不想 那怪物的力气齐大 三个人用尽全力 绳子也没有拉动一点 而且 还被一点点地拽了下去 救我 救我呀 面对强大的拉拽 那工人也是坚持不住了 手一松 被那怪物拖走了 下面拖了手 上面的人 灯石都翻倒在地上 可是大家都关心那工人的安危 忙着爬起来 向下看去 但刚刚来到洞口 就听到下面 传来了一声凄厉的惨叫声 听得人头皮直发麻呀 忽然这叫声 腥臭的气味往上一鼓 瞎得几人顿时 瘫倒在了地上 快快把洞口给我堵起来 还是那个经理 首先反应了过来 这洞不能留 谁知道那僵尸 会不会爬上来呀 好在工地上 大型机械很多 很快就把那个洞给填上了 施工方花了大价钱 安抚好了那两个工人的家人 这事啊 总算是没有脑大 施工也被压了下来 消息封锁得很严 私底下施工方 托关系找到了 秦大麻烦来处理此事 再说小狗等人 第二天傍晚 就来到了京北石三陵 你最后硬气点啊 别给咱丢了面子 秦大麻烦的一句话 让陈小狗和路大刚想起 来的路上 他给两人讲过 这些年建筑行业的 土石方工程 和大型机械工程 都被一些 手眼通天的 势力集团把控着 特别是这个工程 开发商和施工方 那都是 京北强劲的势力 老大人送外号 笑面佛 是这几年叫得 很响的人物 据说 上头也有 很大的人脉关系 在那儿啊 可三人刚一进屋 就见到了一出 严惩手下的戏码 只见一个人 正坐在仓库的一角 而他的面前 跪着一个花衬衣 显然是刚被狠糟了一段 大哥 我错了 你以为你干的事 大哥都不知道吗 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大哥 求您原谅我吧 那花衬衣一看 就是被吓坏了 跪在地上 不停地磕着响头 没几下 额头上就渗出血来了 哎呀 这时 那个坐着的中年男人 才慢腾腾地站了起来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是真心悔改了 踏了一口气后 便蹲在了 那个花衬衣的面前 那样子是春风和睦 丝毫没有暴力的影子 大哥 是哪儿艰难呢 咱们兄弟得一条心 才能带着京城活下去 这么看来 倒是一副恨铁不成钢 苦口婆心的老大哥模样 但是 只要离心离辙了 那可是会被社会 加贬的 但是 他的手下 显然是了解 他的为人和意思 简单的一个动作 竟把那花衬衣吓得 筛抖得更厉害 就连裤汤都湿了 让他回去吧 他知道错了 谢谢大哥 琴大麻烦叼着烟 冷冷地看着这出戏 他当然明白 既然跟自己约好了 自己还能看到这出 明显是人家故意的 梁子 现在好威风啊 这就叫夏马威 故意在自己面前耍威风 琴那麻烦是个老江湖 会是这一套 小狗和大刚 更是见过太多的大风大浪了 也丝毫地不放在心上 哎呦 二哥 小您说的 我这还不是在您跟前学出来的 找您查得远了 听到两人的对话 小狗算是明白了 这笑灭佛 八成是那些年跟着琴大麻烦混的 当年应该没少爱过琴大麻烦的教训 所以现在得了事 怎么也得显摆一下 我是来谈买卖的 不是来叙旧的 可是 他把自己当个人物 琴大麻烦 那依旧是冷淡得很 看到他伸出来的手 直接无视了 自己老大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待遇啊 两个手下 顿时就压不住了 你 你怎么看 啊 对对对 先谈正事啊 二哥说的对 可那笑灭佛 不会是个人物 手一摆 依旧是一副笑脸 就像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这两个是我的兄弟 来 见过琴二哥 那两个就是捉妖的天师吧 大哥 这是两个土包子 您当心受骗 刚做完介绍 那笑灭佛的手下说话 就带上刺了 等一会儿 让我先看看他们两个 是两块什么料 陈小狗看了一眼 都没搭理他 目光扫了一眼 编上了那个长发男人 根据气息 这家伙 才是真正的恨角色 小子 你知道去干嘛吗 啊 那是京师 就你这样的 还不够那玩意塞牙缝呢 那西装男刚才就压着火气 此时再看到小狗 无视他 立马就炸火了起来 而两边的老大 也都没拦着 你够你去呀 你说什么 算了 你不是他的对手 小狗心里什么都明白 不冷不淡地开了口 就在那西装男 气得要动手时 站在一旁的长发男人 开了口 老子怎不信邪呢 这一下 那西装男的火气 更是被挑起来了 一拳就会了出来 这种人 小狗实在懒得动手 身体一低 就轻易地逼了过去 顺势来了个小动作 这一下 那乐子可大了 那西装男刚才狠得要命 一转眼 就来了个狗吃屎 摔在了地上 你说得对 这小子有两小子 我看能行 小狗猜得没错 人家又是 纯心试探自己 那西装男不行 那个长发男人 又走了过来 怎么 你想试试 哦 no 一会儿 我也要跟你们一起 去对付那僵尸 还请小兄弟 多关照啊 这人一开口 小狗他知道 原来他就是 对方指派 跟自己一起下去的人 您客气 那就有劳大哥 照顾我们了 陈小狗何其聪明 对方不大 自己当然也是 何气上才了 好了 我这小工程的命运 就交给两位小兄弟了 不过 两方的老大都清楚 那种点火就着的 都是废物 这种能控制住 自己的年轻人 才是狠角色 拿人钱财 与人消灾 我们是专业的 好 那就行动吧 我这种能控制住 我这种能控制住 我这种能控制住